最近很紅的討論就是 蘋果要下架推特 只因為Elon Musk的做法跟他們左派不一樣 蘋果真的是一個完全走歪的公司 跟他們起初的方向完全不一樣 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嘲諷的圖檔 上面就是 蘋果的slogan Think Different 下一排就是他們要對推特做的事情 And you will be deleted 思想不同的話你就會被刪除 我覺得這做得實在是太好了 太諷刺了 這張圖會出現的原因就是因為 蘋果說要下架推特 因為Elon Musk 允許保守派在推特上面繼續有聲音 那如果Apple、蘋果跟Android一起做這樣的事情的話 推特很有可能就這樣消失了 因為這兩個智慧型手機的公司就是掌控著全球 大概除了北韓那樣子的國家以外的所有市場 Ron DeSantis在同一個節目上面就講說 如果蘋果真的下架推特 我們就會行使Antitrust 反壟斷法 然後擠垮他們 Well, Tucker, in the States, you know, we did big tech censorship, Bill, two years ago It's gotten caught up in the courts I think the U.S. Supreme Court is going to accept that case for this term Texas has a similar case There's a conflict in the circuits And so whatever the states can do to protect people's rights to engage in free expression And, you know, what some of these companies do They get a lot of benefits from the government As you said, patent, things like that The social media companies get liability protection And yet they turn around and they use that protection To marginalize voices they disagree with So I think from the congressional perspective though They need to look at antitrust With these massive companies Because they are exercising massive amounts of power over our society 這裡最好玩的地方就不再是左派對上右派 不是什麼右派的 Ron DeSantis對上左派的蘋果 這裡最有趣的政治角力就是 右派對上右派 右派的自由主義人是對上右派的保守派 不再是那種就是 如果你不喜歡蘋果的話 你就自己去做一個蘋果跟蘋果競爭 而是現在有一群保守派的人在說 不是的,你不能這樣 我們會使用權力讓你守法 你不應該有特權只因為你很有錢 你們在濫用你們的權利 你們扭曲我們社會的價值觀 你們在做一堆很噁心的事情 我們要使用政府的力量 讓你守你自己的本分 然後,Ron DeSantis這次跟保守派站在一起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拉扯 我們真的要把這樣子的權力給政府嗎? 就算是給Ron DeSantis 這個是大家可以想想看的 那麼這個思想上的拉扯是什麼呢? 就是政治是由文化產生的 對上法律是最好的老師 也就是說 我們要支持自由市場 來使用文化來改變政治 還是我們要使用政治的力量 來把不好的文化驅逐 我一方面認為Ron DeSantis 有義務要來使用法律 來打擊那些邪惡的公司還有集團 但是我另一方面 又不覺得說他應該有權利 跟中國共產黨分解馬雲的阿里巴巴那樣子 因為這樣子的政府就更有權利了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請大家在下面寫下你的想法 要是你幾年前問我的話 我絕對不會站在佛州州長這一邊 我會認為說自由市場比較重要 但是這裡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左派的公司 已經由左派的政府保上了 他們已經在用政府的力量 來摧毀自己在商業上的對手了 他們已經促成了壟斷 他們已經是官商勾結了 不只是美國政府 整個歐盟都是這個樣子 歐盟也在裡面說要封殺Elon Musk 他們全部都跟蘋果站在一起 以下是美國最支持共產主義 最支持中央集權 最支持言論封鎖的人說 沒有人應該有這樣的權利 但是你認為有些使用者有權 自由言論封鎖的人 即使他們說錯誤或是判斷? 我認為一人的主人 應該不必定 如何有百萬人的共產主義 和其他人 而且它不大分別 誰是人的主人 一人的主人 應該不必定 在自己的暗房間 然後決定 哦 那人被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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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zabeth Warren 是吧 當時推特 Facebook YouTube 封鎖川普的時候 他們說的不是 不可以有這樣的權利存在 而是除了他們以外 這個樣子的權利是不應該存在的 這是一堆西方的國家的政客 跟左派聯合起來 一起創造出來的地球村 然後他們在裡面全部都是貴族 我們全部都是奴隸 Joe Biden就說得非常清楚了 那些人不應該有聲音 那些人不應該有說話權 那些人沒有權利說話 那些人應該要被封鎖 這個樣子才可以保護言論自由 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 所以 我這次可以算是非常同意 Ron DeSantis 佛州州長的執行壟斷法 原本的推特 ISIS的恐怖分子可以在上面發言 塔利班殺人可以直接在上面招人 中國共產黨可以在上面放網軍 安提法可以在上面促使暴力活動 示威遊行 這些都沒有關係 但是 當時只要你認為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性別 就算是暴力的言論 仇恨言論 就要被禁言 只要在上面說 耶穌愛你 我們要用聖經的價值觀回復美國 你就會被說成是宗教的恐怖分子 恐怖組織 我們就被這樣說過 我認為 如果蘋果真的下架推特的話 Ron DeSantis 提出的反壟斷法是必要的 因為我們也要使用政府的權力 才可以保護正直的人 但是我知道 這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方向 而且其實也是在擴大政府的權力的方向 所以我在某層面上是反對的 真正能解決的方法 就是徹底的用聖經的教導 改變這個世界的價值觀 其他的都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其他的都只是我們以為我們可以比神還要有智慧而已 MING PAO TORONTO